好 那麼在冬天的時候 這個烏魚的養殖業者 也同樣地面臨了 這個漲價的一個情況 尤其烏魚子 漲了三成左右 那麼現在是烏魚捕撈的季節 彰化的漁民在西部外海 就抓到了六千尾的烏魚 這量非常大 很開心 這等於是豐厚的年終 另外在高雄 則是里長免費大放送 三千多公斤的黑皮卡給里面 當然有這些當季的食材 就能夠料理美食了 烏魚籽 烏魚米粉 炸烏魚劍 這每一道美味的料理 都讓人看得口水直流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看 美味的烏魚料理 想吃到這些好料 可得比平常花上大把鈔票 受到氣候疫情影響 還有飼料原物料工資不斷上漲 養殖烏魚產量減半 造成烏魚子價格漲了兩成左右 雖然養殖跟進口的烏魚數量減少 但不用擔心野生的烏魚也傳來好消息 實在好開心 一行人趕緊收網 把他往船上送 看到一尾又一尾火碰亂跳的烏魚堆滿漁船 讓漁民們樂歪 興奮的筆出夜的手勢 彰化縣洪泉八號漁船大豐收 在西部外海抓到六千尾烏魚 初步估計可進帳一百五十萬 一一裝袋分送 外頭還排起長長人籠 準備淋去 看到黎民開心表情 儘管價格比往年足足貴了一倍左右 但高雄鎮東里長還是覺得很值得 已經破歷史的天才 零數一斤已經八十幾塊 十五萬 台北就有了今年 沒辦法要三十萬 不但能幫助漁民 還能讓黎民吃得開心 但野生烏魚還是供不應求 因此民眾想吃到美味 恐怕只能跟荷包說聲 對不起 華日新聞 彰化高雄 綜合報導